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这个疫情当下 又来到礼拜一了 礼拜一上班 大家心情总是 总是比较 因为刚刚结束两天的假期 总是需要适应 不过今天一早出门 天气 因为昨天气象预报说 会很冷 我感觉到冷是有点冷 但是是一种 干燥的天气 这种清冷 很舒服 而且阳光露脸 我想到待会 温度可能会再回暖 是一个在星期一 可以让人家精神为之一震的 一个天气 好 我们也来看看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 从4月6号到昨天 整整一个礼拜 台湾的确诊的人数 都在各位数 都维持在各位数 而且有很长的时间 大概都一个三个两个 这样子的一个确诊人数 而且还是绝大部分都是 境外移入的 这个数字的意义在于说 因为上个礼拜 是四天廉价 在非常多的风景区 都人潮汹涌 大家非常担心 会不会造成群聚感染 那所以当时我想指挥中心 也是如临大敌 所以在过去这个礼拜 那么就下了很多的一些指令 对于这个公共地区的活动的规范 那么比过去要更严格的来执行 我想这样的一个戒胜恐惧的心态 当然是对的了 那我们感到一点庆幸 就是说经过七天来看 那么有这么多人跑去做检测 那大概八千多个检测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阴性的 那这个至少证明 证明说台湾的确并不存在 所谓的社区感染的这种 大量的社区感染的 这样的一个病毒源头 那因为如果有的话 在经过那四天的这个上百万 几百万人流的这样的一个流动 那么可能已经传得一塌糊涂 就有点像日本 我们本来是担心的是 我们会翻版日本的这个樱花季 那几天的假期 结果那个假期结束了以后 日本的疫情就往上攀升 昨天日本又新增了700多例 这个坦白说 这的确是一个日本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值得我们以你为警惕 但是很庆幸的 至少到昨天为止 现在看起来四天的廉价 并没有造成所谓的疫情的破口 我们已经连续一个礼拜 都是只有个位数的确诊 最少的一天只有一例 那么好几天都是两例三例 虽然还不能讲说疫情要结束 那么指挥中心昨天也讲 那么四天廉价的这个问题 还要再看一个礼拜 再比较稳当 正好这是求一个百分之百的心安 好这是一个部分 但是大家也知道 经济的问题 已经很明显的受到打击了 常常来上我们节目的 财信传媒的谢金河董事长 在周末的时候 在他的脸书上 就有一篇文章 也被各媒体广泛的引用 他说百年一役的大瘟疫 这个台湾的产业地图浮现 那么讲到的是大概五个 他认为大概五个方面的产业 第一产的是 依赖大陆客消费的 一些精品礼品店 他举了像宝德利 宝德利他的二月营收 那跟三月 三月跟二月比起来 跟去年同期 衰退了百分之多少 99.4 那做美容的罗利芬 三月的营收 是衰退了百分之七十六 另外是旅游业 旅游业像龙头的熊师 熊师旅游 他的这个营收 是衰退百分之八十五点八 那凤凰衰退百分之七十四 三副旅游是衰退百分之八十九 那再来第三产的是饭店 饭店已经好几家 暂时宣布暂停营业了 像雅都市也把台中的雅治饭店收掉 精华 精华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 的业绩在三月份 其他六福国宾 国宾少了百分之六十五 的业绩 还有像云品 云品也少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还有就餐饮 餐饮现在大概只剩下外送平台 还不错 那么其他的比较中大型的餐饮 都非常的困难 云品一度也要收起来 然后他再来讲到就是 航空 航空客运 等等这些情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次在讲到说景气 或者什么的影响 那么大家讲说哪些产业受影响 好像没有人讲到媒体业 对媒体业怎么会不够影响 媒体业你现在百业萧条 不会有人登广告吗 那不会有人登广告 媒体怎么支撑下去 台湾没有这种调查了 在美国 纽约时报最近的调查 估计它是从从业人员的角度 那么他讲到说 全美国大概有多少呢 在这一波疫情当下 大概有两万八千名的 新闻媒体员工被解雇 或者安排放无薪假 或者减薪 那他也提到说 一些依赖广告收入的媒体 或者发行机构都已经停业了 那当然了 这个不是说只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传统媒体 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美国 早就摇摇欲坠 那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 那是更严重 现在全美国一千七百万人失业 那这个媒体 现在变成说 搞发行 让一些独嘴愿意看 好像没有很难 甚至他愿意花钱买都OK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得有广告 你有广告你才能够养得起 这个一个规模经济下的一个媒体的运作 但现在呢 一方面新媒体当道 传统媒体本来就非常的困难 再加上疫情之下 所有的服务产业都停摆 刚刚我们讲到台湾的五大产业 那所以呢 广告都停 广告停了之后 媒体当然就很困难 所以要么就被解雇 因为机构都已经要裁员嘛 要么就是放无薪价 要么就减薪 那更惨的就是整个媒体根本就倒掉了 好 有没有比较乐观的啊 就是美国啊 美国现在当然整个数字啊 美国昨天在创下了这个死亡人数啊 单日的最高的一个超过2000人啊 那现在美国是确诊跟死亡人数 都居全世界第一啊 那美国已经有50个州啊 全部都进入重大灾难的状态 这是历史上首见啊 那比较可抱以寄望的就是说 美国现在的全面检测啊 似乎已经势在必行啊 那经过这一番之后 可能会走一趟类似韩国的例子的模式啊 的过程啊 而韩国现在疫情也相对稳定啊 同时啊 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已经表示了啊 他说虽然中美在过去几周啊 面临严峻的局面啊 但是呢 双方还是努力要落实啊 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啊 也就是说 中美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啊 中国已经表明他们不会去推诿 他们决定要来落实执行啊 好呢 另外呢 中国大陆的疫情啊 现在看到了比较令人担心的 大概就是来自境外的部分啊 那这里面现在最严重的啊 可能是黑龙江 黑龙江的问题 黑龙江 中国大陆昨天的疫情啊 新增确诊人数啊 来到99啊 这个是大概从武汉的疫情啊 发生变化以来啊 是第一次啊 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啊 那99 将近两位数啊 这里头啊 很大原因啊 就是在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疫情啊 突然间增加了很厉害啊 俄罗斯昨天增加了 两千多例啊 俄罗斯一大半是在莫斯科啊 但是中国跟俄罗斯有漫长的边境啊 现在在东北地区的衰芬河啊 那全市啊 现在每次黑龙江整个新增的病例 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加上哈尔滨原来啊 据说就已经有一些病例存在啊 那么现在内蒙古啊 有一段跟俄罗斯的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啊 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疫情啊 所以大陆现在疫情反而出现 另外一个从东北而了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啊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严震生教授啊 严教授早 好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观众大家早 好抱歉 因为我们现在都要落实这个防疫啊 所以我们在演播间啊 都戴着口罩啊 所以声音啊 也许啊就没有像这个 无口罩的时候 讲得那么的清楚啊 听众朋友再请您原谅啊 好严教授这个 我想疫情当然是大家关注的啊 但是地球还是在转动啊 那我们看到一个既定的 重要全球关注的政治时程啊 就是美国总统选举啊 上个礼拜啊 美国民主党的初选 也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是原来的一个 很有力的挑战者啊 参议员 这个桑德斯啊 那已经宣布退选了 那现在的局面变成是 Joe Biden 拜登啊 前副总统跟 川普之间的一个对垒啊 那关于对垒的情况 我想我们 是今天要节目要来探讨 一个重点胜负 但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桑德斯啊 在四年前的时候 他在民主党的初选 也到最后也是 坚持到最后 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希拉蕊 那现在这次又输给了拜登啊 但是大家都说 这四年啊 美国特别是民主党内的政治土壤 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桑德斯赢不了 哦 当然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大家关心的还是说 谁最能够赢川普啊 就是这个英文 他们叫 谁最有机会当选 那比起整个美国 当然民主党 现在是往这个左边走了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 桑德斯跟这个拜登 两个人一对一的民调 跟川普来比 好像还是拜登占优势 就是拜登还可以吸引到 川普把民主党拿走的选票 包括这个蓝领阶级啊 这个劳工 白人的劳工 然后包括一些 就是有可能的少数族裔啊 没有出来投票的 还有一些中间选民 特别是过去这两年 我们也看到 川普流失了不少的 所谓suburban 教区这些高级教育 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 所以大家看 就是说 到底你希望是谁赢 就是说要赢川普重要 还是说这个党内的 这个意识形态重要 那最后看起来 好像大家想赢川普的那个心 也就是说民主党这四年的变化 其实是更往桑德斯所主张的方向在走的 没错 这个也是看到初选一开始 好多候选人 民主党候选人都是 每个人都在比左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还有人讲说 Sandles看起来像个温和派的 跟那些人比起来 好 但是现在回过来 就整个美国社会 还没有准备好 要去做一个 大家被认为是比较 跟资本主义 跟这种富商的这样子的一个 领头的这个商业环境 来对抗的 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整个美国社会可能还没有 虽然民主党里头 这个这样的声音比较大了 但是最后民主党的这些支持者 可能也听过 就是说前任总统奥巴马 他间接在帮拜登住选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美国现在可能还不需要革命 美国现在只需要的是改革 reform 而不是revolution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帮助了大家看到说 如果你今天走了很左 你为了我们讲到这 意识形态的纯净 ideological purity 然后结果为了这样输掉选举 那如果你今天本来就已经输了 那你可能说我输也要输得完 对对我至少光荣的战意 保持我这个意识形态的完整 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 你是有机会赢的 有机会赢 你为什么不推出一个 比较能够当选的人 政党的本质还是要回到 还是要回到赢的选举 赢的选举 好那就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尽管是民主党内相当多的人 基于要胜选的考虑 但是Sanders还是有非常多的fans 对对他有很大 他的追随者非常的多 那这些人票愿意投得出来吗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四年前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 四年前确实有 第一个就是桑德斯 刚刚你提到 现在才四月初 他已经退选了 去年他一直很晚很晚都才 就是跟四年前 他跟这个Hillary Clinton 撑了很久 那他的支持者也没有很愿意出来投他 那有一大部分 就是说大概二三四percent没有出来投 然后还有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左右 竟然是投给川普 就是说就是投了另外一个 所以是也是我们讲说反箭制派 桑德斯其实也算是反箭制派 当然当然算 对对对 那所以这一次拜登的优势就是说 他得到四年前 看过四年前什么发生过什么 所以他今天有时间来 真的是礼贤下事 然后来跟拜登请议 然后来争取拜登这边的支持 跟桑德斯拜登可以找桑德斯来找到这样的支持 这个是跟四年前 Hillary因为他本来觉得他自己稳当选 所以没有这么做 而且时间也比较晚 对而且就是说他也 就因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一定会当选 对手还是一个这个 我们讲说川普 莽夫一个第一次选的 所以轻忽了这一方面 那我相信拜登在这一次比较不会 他会比较去愿意去朝那个方向走 而且经过了这个coronavirus 这个冠状病毒之后 那有一些桑德斯的这个政策 包括比较左一点的政策 好像看起来会比较吸引人了 包括免学贷了 包括这个最低 政府都在做了 政府已经在做了 甚至杨安泽讲的那个什么 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开支 那这些好像都都做 比较有点左的东西 其实政府也在做 而且如果今天 10月里真的到了10%以上 那我觉得这个左的东西 会受到一些反应 也就是说民主党被认可的成分 也会大一点 对对会高一些 然后大家会开始讲到说 哎呦这个全民健保 可能还真的需要 就是说因为经过了这个冠状病毒之后 大家发现说 哎没有病毒 没有这个全民健保 这样子大家无法来做这个 因为太贵了 对 所以要造成美国很多这个 特别是这一次看见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大选 在疫情当下的一些氛围 讲到氛围 我最近看到了好多美国的民调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 让人感到很困惑 一个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说川普 其实做了一大堆很矛盾的 这些决策跟宣布角色 但是呢 他的支持度啊 居然创他这个上任以来 新高 这是一个 但另一方面呢 拿这个Joe Biden 来跟他做民调对比 Joe Biden几乎都领先 即使是非常亲川普的Fox 做的民调都一样 好 那这能够解读说 民主党稳超胜券的吗 不见得 但是我先要解释一下 这个川普的民调变高 那通常在美国碰到危机的时候 美国人确实有这种团结在领导人的周围 有一句话是不是叫什么 Rolling on the flag Rolling on the flag 就是在这个国旗的四周 Rolling on the flag 对对对 来围绕这个美国的国旗 就是巩固领导中心 巩固领导中心了 中文翻译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当然就是说在911的时候 比如说小布希的支持度 大多八九成 所以就是说以川普上提升到五成五左右 不是很高的 在这种疫情下 而且现在看起来又开始往下面走一些了 因为他处理了前后矛盾 对对对 所以不是很高 那现在看起来民主党确实是有机会 我打个岔 我们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这个Rolling 这个Rolling on the flag 对不对 这个再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现象 是不是说当国家整体发生了一个紧急的危机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不管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旗舰 你会希望有个稳定的领导人来带领大家 而且你觉得说 我不要在这边再讲负面的话 批判的话 然后破坏上大家的团结 因为我们的敌人可能更大 现在的敌人不是这个川普 而是coronavirus 就先放下这些政党旗舰 我发现台湾现在这种氛围很浓厚 台湾也是 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对抗这个新冠状病毒 所以大概暂时先大家放下一些政党的机会 这个时候让做事的人好做事 有这么一个味道 但是川普问题在这 他处理的确实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 就是说有这样的事情 是让领导人展现你最好的机会 但是他看起来 万一他处理不好的话 会不会像当年 胡佛处理这个美国经济大恐慌 胡佛是一个非常能干 过去做过商务部长 在内阁部长期间是受到高度的评价 所以在柯立芝 Kulich当总统完了之后下来 他就继承了共和党 你知道已经很久没有部长 能够那个时候直接做到总统 结果他做了 因为他也真的是很能干的 他过去也在中华民国来过中国 这个在那个时候 不是就是等于是帮忙一次大战完了以后重建 等等 但是到最后他处理不好 大家对他的失望落空之后 你看他输了多惨 1932年的选举 所以川普知道是这一次没有选举好 没有处理好的话 那给大家感觉上非常的政党意识形态 特别在分配这个资源 一下子又拐州政府 一下子又说联邦 说你们要先称赞我 我才给你资源 这些态度后来我相信慢慢 其实对他来讲 而且我发现他还是 就是说虽然这种 刚讲到这个季旗效应 是大家希望放下政党旗 成见不了 可是我发现他自己心里头的政党旗舰还很深 非常深 你看他们会认为说纽约州府 反正选举人票我几乎拿不到 加州我也拿不到 这两份疫情 纽约州市我也拿不到 那反正我要 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蛮大的问题 而且就是看他那个分配资源的时候 譬如说克罗拉多州的州长跟他要 不给 结果克罗拉多州那个共和党的那个参议员 台湾的好朋友 Corey Garner 贾纳德 就是要选跟他去要 他们好像给 然后把这个credit 给了这个 给了这个Garner 我觉得这个也是稍微操作 就是我们这边 比如说新北市长来 也要不给 就会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立委来要给 我们还没有这么恶劣 我们至少我想不会这么做了 我们不会这么恶劣 对 他真的是非常政党制裁 而且他还在 你看每天的记者会 跟这个媒体对干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领导人该做的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做的事情 可能是更团结一致 然后进出一个方向 我看Joe Biden好像后来跟他有通了个电话 对通过电话 Joe Biden后来跟人家讲说 他跟他说 他说啊 这个病毒不是你的责任 因为一病毒造成 没有人说是你的 你造成的 但是呢 你要好好带领大家 你不要天天都要跟大家讲说 我多厉害 我多什么样子的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他的问题 他就希望还用这个 这个每天的记者会 他就以为这个秀 一直给他做下去 可是大家比起来觉得说 他跟纽约市长来比 对啊 差多了啊 他的收视率低很多 欢迎回到POP壮星 我们今天跟严振生教授 从美国总统选举 跟疫情的关系来谈起 这个严教授 我看到美利坚大学 那一位很有名的教授 喜欢做预测的 据说从1984年来 的预测都非常准的 他这次预测 他认为川普会落选 当选不了 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可能还言之过早 但是从目前的民调来看的话 的确川普是有危机 那但是疫情 疫情本身 我们刚讲到说 还是有既旗效应 也就是说 现在离11月选举 毕竟还有大概 七八个月的时间 这个疫情 如果真的是在暑假之后 有所缓 好 缓转 然后甚至在第三季 第四季的经济开始出现 所谓的V型反弹 那这些情况 也许最后 川普还可以说服大家说 这是我的领导走出来 我犯了错误 但是最终结果是好的 就是说 川普我们一看到 都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模型 预估说 美国会死多少人 20万人什么 后来川普说 可能也有10万 但是假使今天 这个数字 最后地域这个 川普可以宣称 这是我防疫有功 对 就用期望词 一开始说 10到20万 现在过了2万 这个最后只有6万 那他可能就可以宣称 是他的功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杨安泽讲了一句话 蛮有道理 他接受访问 谈这个目前的 这个美国的情况 他认为说 这次很多工作 其实搞不好 大企业丢了以后 就不会回来了 就是说 他趁着这一次 也裁了很多人 对 所以说你要以为说 疫情一过 这些工作 全部又回归正常 他认为说 是有可能就不会了 所以表示 美国的失业率 很可能 没办法回到 这种所谓 4%以下 3%点几 这个是非常低的 那看起来 美国失业率 如果维持在 10%以上的话 那失业率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那而且美国 现在看起来 就是整个的社会 对这个 未来的这种 不确定感 是 那是非常的强 那这个时候 就是当你不确定感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换领袖了 就希望另外一个人来带 所以这个是我相信 可能暂时对民主上有利 可是问题是 我们看过去一年来 就是说在各种辩论的场合 拜登的感觉是有一些老态 对 所以说他给他感觉说 你到底这个是 这个心灵的状况 能不能够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当然拜登也讲过 就是说他只是一个 过渡性的人物 有点认为说 他就是要把这个权力 马上就培养 交给下一个 就民主党的这个 领导人 有这种感觉 但这个就很矛盾 你又要展现说 我这次可以选 可以当选 对 又说我是过渡的 又要展现说 我不会眷念全菜 全是让新的 所以现在有人讲说 这个疫情本来对现任 寻求连任的现任执政者 是最好的一个舞台 对 可是川普一再的发生错误 犯了错误 然后这个时候 拜登 那么可以展现 他另外的一种领导气质出来 可是大家又觉得说 他是一个好像 没有什么作为 过度角色的 这样的一种 也就是说 他在议题的这个 所以agenda setting上 是弱的 我觉得他是弱的原因 是因为他之前 还没有出现 就是说 桑德斯还在 你没有正当性 说我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虽然你领先 可是现在桑德斯 算是退选了 或者退选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名正言顺的 可以出来讲话了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特别他现在炒作的新闻 大概就是说 我会选谁当副手 这个可以搞很久 因为现在媒体就在开始排这些女性 女性 因为他说是女性 那就开始排这些女性 十几位慢慢排 然后每个礼拜 他们还有排行榜 一到十 有些人 这个感觉上上到了一 贺锦丽大概是一了 然后那个Amy Cropature大概是二 然后现在密西跟州长 因为跟这个川普对干 虽然他只做了两年不到的州长 现在这个绅士大长 他现在大概排名第三 这个Gretchen Wimmer 所以说他们就在排这些 然后就说到底哪一个 对拜登有帮助 就是比如说贺锦丽 他的这个背景很好 就是说是有这个非洲裔跟亚裔的背景 然后在这个也检验过了 在初选当中 所以不会有什么像Sarah Payling 当年那个这个我们讲说 他是前阿拉斯加州的州长 不像当年这个我们讲说 马侃选他的时候 结果闹出很多笑话 所以他是这两个已经检验过的 应该是可以 但是贺锦丽你加州 我不需要你加州 加州本来就是民主党的 所以好像那个Amy Cropature 在Midwest中西部 但是他的这个意思 现在又太接近了 所以大家就在找说 像譬如密歇根的州长 Gretchen现在很红 可是大家说他才做了一年多 而且之前全部都是在州议会做 众议员州的参议员 没有这个全国经验 所以就开始大家在谈 那这个炒作对拜登是有帮助 没错 这个热度会一直存在 那拜登现在也有了正当性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现在民主党内最热的人 叫纽约州的州长 对对 郭默 所以这个你有 有没有可能呢 本来如果说桑德斯不退选 很有意思 就是你去看那个调查的民调 就是说到底谁会当选 就是谁会代表民主党 那拜登大概就八成左右 第二本来是桑德斯 然后第三呢 郭默 郭默只有有6%左右的人 觉得说他可能 郭默从来没有在行列里头 但是有人可以觉得说要支持他 就是表示说万一桑德斯 如果今天留在里头 然后呢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知道其他几个候选人 一开始还有一些选票嘛 还有一些选举 这个获得一些党代表的支持嘛 那如果今天最后的结果 拜登没有过半 那说不定可以征召郭默来了 那郭默也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父亲做过纽约州长 也一直有 过去也想过选过总统 但一直没有出来选 很多人说是 他们和他们家意大利 这个意跟这个 他们家跟这个 过去跟黑手党有点关系 我觉得有点像 有点像 很像那个电影 那个教父里面的气质 对对 那个气质 但是其实郭默在纽约州长 并不 他那个民调支持度 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呢 这次表现很好 所以我看了一个 最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是有人说 他说这个时候啊 他说其实郭默确实不错 他说我好希望 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让我能够重新讨厌他 会不会是已经 一样12点过了 对对对 就是觉得说 我实在不是那么喜欢他 可是现在看他讲话 你川普讲话有道理 对对对 像个样子 像个样子 要愿意支持他 那所以郭默当然 现在看起来 大概还是不会了 就是因为 对 他也讲到 好像公开讲说 他不会了 对对对 那我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他们如果这些 民主党的这些州长 跟川普每一个对干 包括这些记者 问川普的问题 其实都是蛮正当的问题 但是川普都很不高兴 说你为什么不先谢谢 我们中央政府 不说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他喜欢新华社的提问上 不是 美国本身的记者 不是我知道 我说新华社在他们的内部的 开会记者 我要谢谢这次的一位 当主席什么 对对对 他要这样的东西 他要这样子的 那结果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跟他对干的 也不是说对干的这些记者 或者说对他要求的这些州长 每个都变红了 就是说你今天被人挑战川普以后 那他要当心 那这些默默无名的记者 忽然就是因为问了一个问题 大家都开始来热搜他们 蹭川普 就叫蹭川普 就就是蹭他 我觉得川普也是 你就把这些 那大家看了结果 就是每一次你的记者会 都在吵架 对 然后呢 每一次你的记者会 你这个专家要发言 你不让他们好好发言 你要自己抢着 到最后人家就问他说 你到底根据什么数据 说要可以开始 让美国就说解禁 不封不再封 他说都在我这里 对对对 我说 我说我大家听了 都在我的脑袋里头 我觉得川普 如果在封建时代 一定是一个非常霸道的皇帝 没错了 就是那种个性嘛 他认为他自己是 优于任何人 任何人 他完全相信 就是说我的政治敏感度 跟我的判断力 是 比你们这些专业知识更重要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的问题 但是当然了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 那么他一定用穷尽各种方法 一定要把连任要拿到手了 对 那现在疫情这一方面 我们刚讲到说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但是现在不知道 因为他能不能 甚至的扮演好一个 一个领导中心 他已经埋下一个很重要种子 就是说因为疫情 很可能用线上投票 他现在认为说线上投票 有很多作弊的机会 他认为 对他也有点担心 所以到最后 如果投出来的结果对他不利 他一定会说 这是作弊的 这是作弊的 这是一个背景 另外一个 我想我们可能还要关注到的是 中美关系 对他选举的考虑 这个因为主要是大家知道 乍入在前一阵子出现的 所谓战狼式的外交官 没错 这种说法 这里面代表性人物是赵立坚 大家知道他讲的所谓的病毒 是在美国军人带过去的 这种说法 后来川普就很恼怒 就用中国病毒来称呼这个疾病 然后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在川普的这场选举 会不会有可能产生一些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变化 这是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说两国为了疫情吵了一阵子 尽管现在似乎稍微平缓 我刚才讲到说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已经讲明了说 贸易协议会开始执行 可是两边现在均是在南海的对峙 又非常的明显 尽管美国的航空母舰 好多官兵都感染了 都感染了 那川普又非胜选不可 那到底这个中国因素 或者中美关系 对川普在选举当中 会有哪些考虑 因为这个 为什么这个事情值得谈 是他也牵涉到台湾 也跟我们的这种 未来的两岸关系 息息相关 所以川普在这个 到11月之前 他的决策上 他跟怎么来开宁 他跟中国的关系 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之后 这些问题要来请教严教授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们讲到说 现在美国总统选举 已经进入到最后 大概200天左右 目前还没有这种 绝对胜算的川普 在最后的这段时间 会怎么打他的中国牌 你怎么观察 严教授 我认为就是说 当然美国在趁这个机会 就发现说 今天如果我们回到 一个锁国的状况 美国已经有很多东西 自己不能生产了 所以过去过度依赖 中国的这些制造业的 这些产品 这些一般的家电 一般的这些东西 这是口罩最严重 口罩也是一个很严重 CM在那边生产 中国大陆不准他运回美国 所以就是说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你本来生产的部分 第二个 即使今天有些东西 要回到美国零件的部分 原料的部分 美国有些也不做 现在如果说 美国今天为了这个 开始重新说 我们要把我们 比较基础的制造业 要弄回美国 第一个成本 当然是高了 那过去美国人 享受的比较低的 这种消费的成品 产品未来就会比较贵 所以这是为什么 美国消费者 过去曾经就享受 很长一段时间 来自于亚太地区 这些国家出口 到美国的这些制造品 非常便宜 那美国人收入又高 所以美国人生活很好 那如果真的回去 对美国来讲 也是一个挑战 我注意到美国跟日本政府 都已经提出来 这是企业 从搬离开中国 要给他补助 对对 但是问题是 你补助多少 然后他获利的程度 他要考虑 对 他要考虑 但有一些也许可以到 改到墨西哥 可能可以改 可是我怎么知道 你川普今天改了以后 未来会不会又怎么样 是是 所以这个每个企业 他们都会往这种 比较低的工资的地方 当然对 然后污染 比较能够 不过忍受 完全没要求 没那么高 没有这么高的地方 那你现在回来 整个的成本就变很高 是 我觉得这是美国 要考虑 就是说过去 三四四十年以来 就是 先是日本 然后后来是我们 这个亚洲四小龙 然后是中国 然后现在有些印度 你依赖外国这些 我们叫做 不仅是制造业 现在甚至我们讲说 他们的这个外包的 外包的 或者半层品 甚至服务业 像印度 对 对 out sourcing 对 你这个out sourcing 要全部回来 那但是会很贵 那到底美国 这个怎么样做 企业界一个 真正的 所谓川普 如果真正相信资本主义 那就是市场 完全是 不过我发现 我看到最近 有很多人在谈 因为这次的疫情 一方面疫情的教训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将来这个 可能变成一个 常态化的存在的疫情 那这个时候 反而像比较机器人 就很重要 没错 我运气人不发病毒 我看到有那种 美国搞垃圾分类的 的企业 就说现在要大量的 用这个机器人 来做垃圾分类 也就是说您刚提到了 现在有些大企业 把人裁掉了之后 他就不会再找人回来了 他全部让他自动化 用机器人 对 这是一个 那如果今天川普想要 所以这是川普比较矛盾 那他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他要面对第一个 失业的问题 失业率会高 第二个 这些企业如果真的回来以后 那个工资上涨成品 那整个消费的这个 会有通膨的 就是说会很贵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是美国要面临的挑战 但是美国跟大陆 都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国内的市场够大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说 我们台湾到底跟着 这个美国对干中国 我们跟着美国对干中国 虽然说我觉得 在军事安全上面 可能更有一些保障 但是经济上面 绝对不是好事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这个出口 包括美国回去以后 过去我们台商 怎么透过台湾 透过大陆走 经过大陆再造美国东西 如果也都搬掉的话 也断掉的话 也断掉我们台湾很多出路 就是美国当然 有可能会从台湾进 但他更希望就是 全部的东西 都是在美国 这个我们讲说 垂直它能够生产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台湾 未来出口也不是好事 如果经济上的一个分工 最后还可以用到 战略利益来做衡量 打算讲 那就不是纯经济 你懂我意思 就是说 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那一种分配是有限度的 对对 它不太可能 你纯经济材 是市场那只手 那如果说 我例如说美国 如果到最后说 那我就把一些企业 我移出中国 我也不移回美国 到一些 跟我友好的地方 去生产 那这个企业要去算 它的利益 没错 就是说那当然 这个时候台湾 到底也没有比较优势 跟越南比 不见得有 对不对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就是说 以美国跟中国 刚刚主持人讲的说 在比如说南海 最近的非制的状况 可能感觉上 好像美国确实把台湾 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 未来会有更凸显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会不会 在安全方面 会比较有更有保障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现在大陆 这个要把他们在南海 或者在台湾海峡 整个环绕台湾的这些军事活动 海洋上的军事活动 常态化以后 对 常态化以后 问题我觉得以后会面临两个挑战 就是说我们 如果说美国今天 我们就不要讲别的 说有争议的岛 今天大陆 今天万一用军事力量 占领我们太平岛 对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去 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谈 防御 那第二个就是 美国能够表态什么 这不是跟越南的 这不是大陆跟菲律宾 这是两岸之间的 对 那双方都有重叠性的一个主权宣示 那在太平岛这样 那万一今天大陆拿我们的外岛 先从小岛开始拿 那美国要不要反应 台湾我们自己要不要反应 我觉得这些都是 这个东西都牵涉到 如果这样就是战争行为了 对 但是如果一看头 只是太平岛的时候 我们台湾要不要全部动员 真的跟大陆 还是说就放弃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政府要不要宣布戒严 这就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就很多的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太平岛离我们那么远 我们本来就不划算 去捍卫它 然后也没有什么重要 有些人认为有石油 但是那么久了也没有 对 那所以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未来要面临的挑战 就是当大陆开始 对我们的这种境外的这些岛屿 开始做封锁的时候 那美国到底 美国要不要表态 因为这个时候比较尴尬 这不是说在国际的 尤其这里面最有意思的 大概就是连江跟金门 对对对 连江尤其是一个重点 因为金门基本上跟厦门 已经连成一体 对对 如果拿了连江的话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就是你敢说 美国长期以来都主张放弃金 对对对 从1958年 1958年就开始 但如果他大陆去出兵到连江的话 那美国要不要做军事上的一个动作 来那个 而且他你还得要考虑 你真的现在没有这个防御条约 这是一个 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 理论上来说 这就是一个战争行为 你没有做战争的 而且你不去做任何的 除非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台独主张的 金马放弃论 对 也有人主张 台独也有主张说 金马跟台湾没有关系 如果他今天解放军跑到了澎湖 那是另外一回事 也有人这样子看 历史上是这样看 对 但是如果说是金马拿了 那我们台湾都没有作为的话 那他今天拿澎湖 可能也有一些人认为 到底要不要 不一样 他如果金马拿了之后 我认为台湾的确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人主张 那就要改国号了 会有这样子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两岸就走到了一个 那就是必打 那就必打 那就变成是一个 那就变成说 料底从宽来讲的话 一定是要中国大陆 习近平已经做了万常的准备 他完全研判 美国不敢出手 或者就算美国局部出手 美国不会赢 不我们至少看到这一次 刚刚主持人讲了 美国虽然都航母 比大陆多太多了 对 可是问题一半在维修 然后这一些 受到这个冠状病毒的感染 对 真正能够 这时候会不会给大陆一个 我们叫window of opportunity 对 这个开了一个窗 让大陆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 我们要关注了 不过我也听过军事专家讲说 因为中国的航母 还不行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练兵的阶段 他还没有到一个成为作战的 这样的一个阻力的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出现官兵感染 他还没有形成对比上的一种平衡 当然还没有 我觉得因为美国 基本上他在日本的这些海军的基地 随时还是可以 随时还是可以 可以来调 这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 对不过欢迎说来 谁知道会有一个病毒 把我们搞了七分八十 对而且病毒也改变了一些 改变的战略了 对所以我们大家 还是要接受恐惧 这个大到国际宇宙间的事情 小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细节 都是要非常注意的 非常谢谢严教授 不客气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见